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收看订阅明镜 作为大德同修 在今年年底 老法师亲自写了封信 要我到这边来 给诸位同修 谈谈佛法 老法师跟我的姻缘很深 所以他老人家找我 我不能不答应 所以特别抽这个时间 到这个地方来跟大家一同研究佛法 那么这次我们选的这个经体是阿弥陀经 偶尔大师的要解 要解虽然不长 我们看八文里面 就知道 阿弥陀大师当年用了九天的时间 写出这一部伟大的著作 如果我们细细地来探讨 研究 来说明他的大概九十天的时间 都还不够用 由此可知 这个要解实实在在 是非常的精神 那么我们这次时间 那么我们这次时间不长 只有十四个小时 因此我们将奖金 这些仪式都省略掉了 就希望能多有一点时间 来探讨 来讲这个要解的经历 那么偶尔大师 将全经 分为七个部分 正好我们这个七天 就可以用它这个分法来研究 那么第一部分 是讲的悬疑 悬疑就是全经的概要 这个第二部分是续分 第三部分 这才讲到正宗分 正宗分里面 它分为三大段 第一大段 是说明西方世界 一阵的果报 让我们建立信心 这个第二个部分 是劝勉我们 应当发愿 求生净土 这是从信誉 第三个部分 教给我们 支持明后一例写 可见在这个正宗分里面 这三分 这三分是性 远行 很清楚 末后 流通分里面 它分了两分 一分就是六方佛的 称赞 所以恰恰好 这个题目 我们可以 依照 这个顺序 来 为 诸位同学 介绍 那么大家 注意听讲 这个我们不按照经文 也不按照这个 这个要解 我们取它的精华 提出来给诸位报告 是我们对于全经 以及欧耶大师的 这个介绍 我们真正能够体会 能够符合 佛陀大师 对我们的修学 愿望 那么这是真实的利益 我们才能够得到 我说佛 在现代的社会 我们在国内 在国外 几乎每一天 都会看到 会听到 很多仿冒的这些事情 也就是假的招牌 的法茂 这个风气 可以说已经 很普及了 念国门佛法 现在也不例外 所以仿冒的佛法 现在出现很多很多 于是佛法真假了 就很难辨别了 甚至于说 假的佛法 比真的还要多 确确实实 应验了 世尊过去 在论言会上 讲的一句话 末法时期 邪思说法 如恒火上 这个邪思 用现代的话来讲 就是仿冒的 假的超过真的了 因此我们对佛法 不能不辨评 一定要认识清楚 自己清楚 也能够帮助别人 认识清楚 这个就非常非常的重要 我们说佛 佛法究竟是什么 佛 这个名词 是从印度 凡文 翻译过来的 它的意思 是智慧 是旧 我们当年 没有用知觉 翻这个名词 而依旧 保存它的 原因 佛陀也 这个在翻译的体力里面 称作尊重不凡 我们对它 非常地尊重 所以用英语 然后再加以解释 所谓佛 就是人生 宇宙 一切物相 离世的 总代名词 用这一个代名词 那么就好说了 这个说话就比较方便了 那么佛就是 所觉的 也就是觉悟的对象 这一个 佛是能觉 法是所觉 觉而不明 那么佛法之妙 妙在能觉跟所觉 是一 不是二 这个是很难懂的 一种事情 所以 过去 有人说 佛法 不是宗教 不是哲学 为什么呢 哲学里面 是有能 有所 能所 它是两桩事情 它不是一桩事情 佛法里头 有能有所 能说是一桩事情 不是两桩事情 这个是哲学里头 所没有的 那么佛法说不是宗教 它说不是我们世间一般的宗教 这个诸位 一定要看清楚 我们佛法本身 称宗教 这个宗教 宗门 教相 我们讲宗教 是宗门 教相 而不是像其他的那些宗教 那个地区跟他们的信之 不相同 所以佛法两个字 我们要把它认识清楚 那么修佛 我们习求的是什么 假如说 我们是求升官发财 求佛保佑平安 如果是这个念头 这个意念来修佛 那佛教就是一般的宗教 不是释迦摩尼佛教给我们的 释迦摩尼佛教给我们什么呢 教我们破米开悟 厉苦的落 于是佛在一起经论里面 说出 我们修学的目标 是想得到 摩尼多罗三秒三菩提 这句话也是繁文音译的 依照这句话的字面 翻成中文呢 是无上正等正确 无上是最高的 没有比这个更圆满的了 这句话要用现代话来讲 就是究竟圆满的智慧 所以我们晓得 我们学佛求什么 求智慧 唯有智慧才能解决一切问题 有智慧就不迷了 不迷就能解决问题 所以有了究竟圆满的智慧 对于整个宇宙人生的真相 那都明了了吗 这个明了就是佛法里面常讲开悟 大扯大悟 明心见心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这个才是学佛真正的目标 所以诸位一定要记住 佛法所求的是智慧 决定不是一切 那么智慧要怎样才能得到呢 这个摆在我们面前一个非常严肃的问题 佛告诉我们 这种真实究竟圆满的智慧 不是从外面来的 是我们每一个众生 不仅是包括人 除了人之外 所谓有情众生 范围非常非常的广大 一切有情众生 本来具足 所以智慧是本有的 本来具足的 不是从外面来的 可是本来有的 现在没有了 本来具足的 现在欠缺的太多了 这是一回什么事情 佛告诉我们 佛在《华言经》上说得很清楚 他说 一切众生 借由如来智慧得相 这句话的意思是 一切众生 他的智慧 他的得能 他的能力 跟祝福没有两样 完全是相同的 但以妄想执着而不能 这句话说得好啊 我们有 有现在 好像是没有了 失去了 什么原因呢 原因就是 妄想 执着 毛病就算在这个地方 把我们的智慧得能 障碍住了 智慧得能不能现情 不能起作用了 原因在这个地方 于是 妄想 执着 这个 随着实际 随着生活环境 不断地在发展 这越来越严重了 这妄想就越来越多了 执着也越来越坚固了 这麻烦就越来越大了 妄想 就变成了 所知障 执着 就变成了烦恼障 佛法常讲 二障 二障就这么来着 佛的教授方法 很巧妙 实实在在 他也真的抓到了重点 只要把二障 去掉 我们的智慧得能 就又恢复了 又现前了 所以这个现前 那么就是 我们一般讲 成佛 成菩萨 成佛 就是成就 究竟圆满的智慧 真是所谓 圆满菩提 归无所得了 本有的 不是你心得的 是本有的 那么要怎样恢复 怎样去拔除 这二障 这就是我们当情 大问题了 世尊告诉我们 要解决这个问题 一定要智慧 所以说 薄弱智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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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在日常生活之中 问题我们要会用 那么在佛法里面 有个说语 叫做观照 不等度经 要以文字 起观照 在日常生活当中 早晨起床 穿衣 要以穿衣 起观照 吃饭的时候 以吃饭起观照 工作的时候 以工作起观照 那么换句话说 我们一天二十四小时 随时随处 对人 对私 对我 都能提得起观照 那就是薄弱智慧的运用 这才能够真正的 拔除耳障 实在说 佛真是慈悲 到了极处 他不但这样教导我 他还示范 他还示范 给我们看 不仅仅是佛为我们做了 很好的示范 佛的祖弱智慧的 当年在世的僧团 我们在经常看到 1250人居 整个僧团 每一个分子 在日常生活中表演 给我们看 可惜 我们看不出来 再看不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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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味道就能了 所以佛的教训 我们能明了 能体会 真正是佩服 到了极处 那么具体讲到修学 不外活 两大纲领 一个就是菩萨道 一个就是菩萨行 我们都画眼睛 看善才通知 五十三才 善才 每参访 一位善知识 一定是 我已经发了菩提心 不知道 怎样修菩萨道 怎样学菩萨行 那么这才到处 向别人求教 这是把修行的 两大纲领提出来 所以菩萨 菩萨是凡语 一色觉 菩萨道 就是觉悟的心 我们的心 在一切境界里面 常常保持 聚而不迷 那就叫菩萨道 所以菩萨行 就是我们 在日常生活当中 对人 对死 对我 怎样做到 很圆满 没有错误 没有过失 要想 达到这两个原则 佛就教给我们 一个心学的总纲领 这个总纲领呢 就是我们平常讲的 三规意 佛法身 所以佛弟子 一入佛门 先要请一位善知识 传授三规 传授三规 就是把佛法修学的总纲领 总的方向 你只要依照这个方向去学 就决定不错 这是真正的佛的意思 违背这个原则那就错误了 所以我们所修的要知道 我们修的就是佛华生三宝 佛的意思是居无的意思 绝而不明 法是正知正见 像法华经常所说的入伏之见 就是觉悟的思想觉悟的间接 这是法 生是清净的意思 六根清净一尘不染 所以佛教给我们要修觉正经 这个就是三宝 每一天早晚课 最简单的早晚课 我们佛门常讲打三规 这是最简单的 时间最短的了 打三规的意思 就是提醒我们自己 规一尽不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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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规一尽静而不染 我们每一天修的是觉正经 用什么方法修 那方法太多了 所以八万四千法门 无量法门 刚才说的 你穿衣吃饭厨师带人酒 方法是无量无边 修什么呢 修觉正经 这个不能不知道啊 所以我们修行的目标是智慧 我们修行的方法是修正经 如果我们迷了 邪了 染了 那你立刻就能够警觉到这个错路 错到哪里去了呢 错到六道轮回里去了 咱们无时节来 没有能力脱离生死轮回 就是迷邪染 所造的结果 今天我们的目标 是要永托轮回 不再搞这些生死麻烦思了 要从六道里面解脱出来 那你就一定要遵守佛的教诲 我们要修觉正经 才能够出得了三级 才能够帮助一切众生 这是我们学佛不能不知道的 不能不清楚的 下面呢 我们再谈谈本经的经体 这个经体很不可思议 本经的经体 佛在经上说的跟现在这个书本上的题目不一样 经里面讲的 是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所乎念经 是这样一个题目 学圆庄大师的一本 跟这个意思非常接近 我们先说这个题目的意思 然后再解释 为什么罗舍大师翻作佛书阿弥陀经 实在讲呢 他翻得也很好 很值得赞叹 称赞不可思议功德 使你称赞 一切祝福称赞 称赞什么呢 称赞不可思议的功德 那什么是功是什么 德是什么 功就是支持名号一心不乱 德就是代业往生 顿朝云阵 这实实在在不可思议 除了祝福之外 没有人能够认识 他不认识 他当然就赞叹不出来 他要赞叹 一定对他彻底的明了 我们要晓得一个事实 这个六道轮回 真的很不容易超越 不但是释迦牟尼佛 为我们说法四十九年 跟我们讲了许许多多 修行正果的方法 那摄方三世一切祝福如来 为一切众生所讲的方法了 那不晓得有多少 总而言之 这所有一切方法 都是帮助这些众生 如何了生死 超三界 脱轮回 就是为这种思绪 十十多多众生都在修 而且地区他们非常认真 非常精进 可是到结果呢 还是脱不了轮回 那个原因在哪里 我们明白 不是方法不好 实实在在说 众生的习气太重了 没有法子 断得干净 比如经上常说的 财寺明时睡 地狱五条根 只要有一条根 你就没有法子脱离地狱了 这五条根都有 那也是牢牢被拴在地狱里了 你还能处得来吗 所以我们内有贪嗔痴三度 外有五欲六成的诱惑 再好的方法 都没有办法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断这些家属 脱离苦海 原因在此地 再加上我们自己的警觉力不高 几个人真正觉悟了 真正觉悟了 真正觉悟了 警觉的力量很高 念念想到轮回生死可怕 念念要求出三界 这是警觉悟了 这是警觉性高的人 这是警觉性高的人 从前修行 这个一般的警觉性能保持 保持得住 他的原因是 天天不断 佛在世 为什么那么多弟子 要天天跟着佛呢 不离开佛呢 到底就在此地 如果我们不是天天熏悉 很容易迷惑了 古人所谓 四隔三日 刮目相看 这是读书人 三天不见面 刮目相看 为什么 你有进步啊 你的读书求学没有间断 那么我们今天就学 环境的语言不如古时候 古时候 我们可以 长时间 清净一位善知识 接受他的训讨 现在善知识少了 找不到了 不过如果你真正想修 老天也不会辜负苦行人 现在科技发达嘛 我们利用电视机 利用录影带 要怎样呢 要天天天 也许说我只有一部经 那听了几遍就没有味道了 也不仅听上几遍 没味道了 那是你不会听 如果说的严格一点 你没有去听 如果真的去听 是越听越有味 那你就真的听出味道出来 听久了啊 就入三昧了 就得三昧了 得三昧之后啊 就会开悟啊 就明心见性了 一步进就行 说实在话了 听多了 反而不行 听多了怕什么 打妄想 胡思乱想 随着经文打妄想 那能成就 那个听一部经 开头是打妄想 听到十遍 二十遍 三十遍 他就不打妄想 为什么 没得好打了 不打妄想 怎么呢 不打妄想 就入定了 听经入定 看经入定了 这个利益就大了 那就应定开悟 我们中国古人常讲 不数千遍 其一自见 就是这个道理 变速念多了 为什么会开悟呢 心定了 那个会是从哪呢 从清静心来的 你心里头没有妄想 没有分别执着的 智慧就开悟 就这么回事 所以这个法门 所以这个法门 他的功夫直接了当 就是教给我们支持明号 大师致之菩萨 讲得好啊 都是六根 静面相机 不假方便 自得心开 那个心开 就是开悟啊 就是明心见性的 就是臣妇 这样简单 这样容易 有这样殊胜 不可思议的成就 所以祝福就称赞 我们修净土的同修 供养西方三身 要记住啊 不能把佛菩萨 当神明 来膜拜 那就变成宗教了 要把佛菩萨 当作老师 来供养 这就对了 彌陀 是我们的本子 西方极乐世界的道士 我们的本子 释迦牟尼佛 要我们皈依阿弥陀佛 求生西方净土 清净阿弥陀佛 所以阿弥陀佛 是我们的老师 我们供养阿弥陀佛的身相 要常常念着 弥陀给我们的真实教诲 这是三经里头 净土三经里面的教训 见到这个像 想到佛怎样教导我们 旁边两位大师 也是教导我们 要如何的修学 观音菩萨 大慈大悲 大师之菩萨 是代表至高无上的智慧 最高的智慧 他选择的法门 是支持名号 一线不乱 这个是高度智慧的选择 这不是普通的选择 菩萨 你看看 《论言经》上 袁同章里面所说的 我与五十二同仁 这一句话重要 五十二是识识 识信 识识 识行 识回向 识地 等觉 妙觉 这就是告诉我们 他就是用一句阿弥陀佛 从初发心 一直到臣服 没有改变 也不需要任何法门来帮助 就是这一个方法了 从初发心到臣服 而且还非常快速 人家修行 要修三大二生七节 要修五量节 他很短的时间就成就了 什么原因 转静 选择法门选 对了 这个选择是高度智慧的选择 大师之菩萨代表这个意思 观音菩萨 什么叫大慈大悲 能够把这个法门 劝导一切众生修学 这是真正的大慈大悲 因为其他法门 你劝人修学 他的一生当中未必能成就 不能成就 出不了三界 还靠轮回 那个麻烦就大了 这个法门只要接受了 没有一个不成就的 这才叫真正的大慈大悲 所以真正的大慈大悲 就是把净土法门 把弥陀经介绍给一切众生 推荐给一切众生 劝导一切众生修学 这是观世音菩萨的慈悲 不是普通的慈悲 我们天天供养西方三圣 如果对这个道理 这个事实不明了 你那个供养叫别供了 所以这是讲 这个法门修行的功 他的德 他所收获的 是待业往三 这个不可思议 因为所有一切法门 待业出不了三界 这确实没法子 最低限度 要尽私烦恼断尽 才能够超越六大轮回 没有说是尽私烦恼不断了 他能够脱离轮回 没有这个事情 唯独净土法门 烦恼不断了 可以能够磨刺 什么原因呢 这个原因很多 这个道理太深太深了 那是方便讲的 可以说是弥陀的愿力 四十八月运力的加持 使我们能够待业往三 这一生当中 就圆圆满满的 把问题解决了 这是不可思议功德 一切祝福所称赞的 这个经体的后一半 是一切祝福所护念经 这个意义就更深了 一切祝福所护念经 我们讲的保佑 加持保护 因为这个法门 这部经典 是祝福慧命之所在 複厚 敬重 複厚 此今 祝福没有保护念 所以乎是化他 念是自行 依照这个法门 能依照这部经典来修学 一生当中决定证得五无上菩提 所以这个法门大家要晓得 是一生成就的 我们常常讲 生死不容易了啊 有生有死 这是轮回的现象 但是真真修学尽重 以后再没有死 生死的问题 我们这一生就解决掉了 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这个我讲过很多很多次 是活着确定 所以诸位千万要记住 不是死要确定 我们神智很清楚 也能见耳能听口能言 何人不是死人 看到阿弥陀佛来了 西方三圣来迎接了 我们是欢欢欢喜喜跟着他去 跟他去 这个臭皮狼不是好东西 肮脏的要命 把他丢掉不要了 我们是跟阿弥陀佛合着去的 不是死了去的 所以没有死啊 这一点要认识清楚啊 要搞明白 唯有这个法门一生当中可以不死了 所以大家能够如灵 依照今天讲的道理 无法依照今天所说的方法去修行 我跟大家讲过 确确实实可以做到 不老不病不死 还有哪个法门比这个更殊胜 找不到了 一切祝福之所互念 实实在在不可死 你把这个筋体凝割了 你就想到这个筋这个法门的殊胜 它的好处 我们应当认真努力去修行 如果你得不到这个效果 我刚才讲的 不病不老不死 你要得不到这个效果的话 你一定修学一定有错误 如果你正确而没有错误 这三种好处 你一定可以得到 这个是千真万确的事实 那么罗舍大师把这个筋体改了 改成佛书阿弥陀金 实在讲改得也很好 因为这个筋的修行方法 就是教给我们支持名号 所以罗舍大师干脆就把名号当作筋体 让我们拿到这本书就念一句阿弥陀佛 所以这个很难得很难得 他这个思想是很圆满的 非常之善良 非常圆满 那么符合本经修行的宗旨 阿弥陀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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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